望中集团不是宣传工具 国台办的宣传工具 也不是国台办的传声筒 这个不是事实 跟望中集团的中天电视 跟中国时报 还有中国电视公司表示歉意 两年前散布未查证评论 此时媒体人周玉寇 最后节目公开道歉求饶模样 观众还印象深刻 只是没想到两年后 周玉寇又来了 最佳台的后面的指挥棒 跟那个操控中心 才是问题之所在 至上12万分的歉意 对蔡衍明先生跟望中集团 两年前这段求饶往事 周玉寇到底是忘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 如今禁止止电视台背后 有共产党指挥力量 爆料他人不手软 周玉寇这回再拿成年剧本 就是重提 对中天不时抹红 变本加厉 甚至批得太过瘾 连民进党的NCC 都不小心实话说出口 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是国台办在后面指挥 要逼民进党不可以按照 或者是民进党的NCC 不可以按照政府的这个国家 资讯安全跟国防的理由 跟社会安全的理由 把这个执照是否延长 台北地方法院 判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在2017年的时候 他讲说望中集团 就是国台办的传身筒 那被中时还有蔡野明 董事长提告求查5000万 双方事后和解 周玉寇答应不再对 望中表达攻击 还有恶性的言论 所以在2018年时候 公开向蔡野明道歉 但是今天呢 他违反了这个和解的内容 在2018年到2020年 这选举期间又出来攻击了 中天中时中士 还有望中集团 但是后来又道歉 那一下道歉一下又不道歉 我觉得这是人格上有点错乱 不要想说你只是 在这个提供一个 这个不真实的消息 然后他就不会怎么样子 顶多就是一个时间 过了之后就没有 可是我们看到 现状情形呢 其实真的 一个不实的讯息出来之后 他造成的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然后呢你造成的伤害很大之后 其实原本就已经不是说 你说个道歉 可以让别人的损害呢 能够回复的 其实伤害造成的也就造成 当别人原谅你的时候呢 其实只是在于说 他本于这个宽宏的这个心胸 他不去计较你的过往 他能够寻求一个 他的名誉的一个回复呢 他觉得就够但问题是 前面造成的伤害 看到的人有多少 等到你后面道歉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真的能够回复你的名誉吗 其实单纯的因为被害人呢 他接受你的道歉 不表示他的名誉已经回复了 已经造成的伤害 我们就看镜子 当他裂了之后 他就是裂了 他不可能再回复到没有裂的状态 尤其在媒体上面 当你散布这种讯息的时候呢 造成了伤害呢 我们看到以中间这个来讲的话 过往呢 过往就曾经有这个案例里面呢 就讲说捏造一些的事实啊 说什么东西要 被判法啦 对对 就捏造一些的事情 然后呢捏造了之后呢 再发动车翼网军 利用这样子当成一个源头 然后事情把它扩大燃烧 然后导致最后面导致呢 就是说这个中天呢 让NCC好有一个借口 有好有一个借口 然后来 对 来这个把中天关台 是 然后等到中天转到这个网路之后呢 现在算计呢 又盘算到网路上面 也就是说在实境里面 他要封杀你的言论自由 但不仅于此 除了实境之外呢 他到网路上面 他要在网路上面 也要封杀你的这个言论自由 也就是说 他希望能够达到的 台湾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乱象 一个无政府 一个乱象 但事实上来讲 这个乱象 他还不准你讲 从柬埔赛的这个吹哨 对 从外交部否认有这件事情 对 然后再讲不要以讹传讹 到今天实际上面的情形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都仰赖吹哨者能够吹哨 吹哨者其实他并不是一个针对你政府 吹哨者只是把我们今天所面临出来的一个社会问题 提前点出来 好让你相关的单位能够及早的去因应去准备 可是当你碰到一个政府呢 这政府是这个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摆在大内外宣 全部都不做的事 全部都是以政治挂帅 全部只有一个理念 就是要选举 就是要持续执政的 碰到这样的政府之后 他只想要老百姓 知道他想要给老百姓知道的事情 他不容许老百姓去知道事实的真相 虽然宪法保障言论自由 并不表示他这个 就是确保所有东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然后去毁谤别人也无所谓 不是言论自由是本于你善意的这个评论 你只要就是评论的人 他在评论的时候 这个是刑法 刑法311条可受公平之事 他的标准 他就是为了要确保言论的自由 所以呢他在毁谤里面 他开了一个例外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如果你是可受公平之事 然后你评论的人呢 你也合理的 他平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相信 你是有一个依据的合理 相信他是事实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 你才能够阻却他的违法 其实类似的案件 我想中间不是碰到第一个案件 中间在其他的案件里面 也有就是说民间有捏造一些事实 最重要的目的 他捏造那些事实呢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很多的情况呢 你去捏造一个事实出来之后 然后再发动其他彻翼来围攻 其实我本人在以前 第八届当委员的时候 也曾经有也是受害过 也是曾经受害过 那一样的也是绿媒 也是绿媒同样的情形 所以这个手法呢 基本上面来讲呢 是很雷同 但是千万不要把毁谤呢 跟言论自由呢 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毁谤去伤害别人 并不是言论自由 是你真心的相信一件事情 你的意见出来 他叫做评论 他评论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才是这个可以阻却违法的 所以不要把言论自由 跟你可以胡说八道呢 放上一个等号 它是不一样的 它并不是一个等号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必须要很坦白的讲 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镜子呢 当你把它打破的时候 它裂了一条 或者是整个破裂的 你再把它组装回来 它就是没办法组装回来 所以我们来讲说 所有的案件里面呢 不管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毁谤的案件 或者其他案件 当你走完 诉讼的流程之后呢 其实它是旷日费时的 对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想见 被害人所背负的 那个社会上面 因为你毁谤的歧视的眼光 他所受的伤害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你不能够觉得 因为被害人不是你 所以你就不在乎 是 事实虽然到最后面回来了 一个正义 但是那个正义呢 是一个迟来的正义 已经造成的损害 它是没有办法弥补了